6块钱的付卡加上90元的cp 我们对比一下其他的设备看看测速效果怎么样 这个就是他的wifi 现在5G已经连上了 他开机的电流倒是不大一点几瓦 这个小东西 他的5G wifi是600到赫兹 只有5G频段 他没有2.4G 然后目前已经连上了 我们先测个速 使用全球网测APP 第一次 356 第二次23 我手机往右边放一放 没有大问题的话 我们就测三次 基本上是350左右 这是这个304 但是上弦不怎么稳 上弦应该是我卡的问题 我们这边限速 等一会用一个 我等一会我们进后台看一下吧 看一下他的那个信号值是多少 信息 我这个卡在这个里面刷过机的系统里面能看到 下行速率是1000 上行是100 但是我这个地方肯定是有限速的 或者是我这个地方信号有问题 所以他跑不满 只能跑这么多 连的是N41 这个信号值是-93 -92到-93之间 看到了吗 好 接下来第2个 这个L70CB 这个之前测过了 我就不测了 我再看一下F50吧 F50之前有一个什么急速模式 没有开 所以 就补测一下 他有一个两个模式 我们做个对比 就能跑出来哦 第1次 就能跑出来哦 第1次 第二次415 和之前一样400左右 第三次4次3次 4次3次 放入27 它有一个叫做性能模式 是一个网址 然后我把性能模式启用再测一次 看性能模式确实可以 能跑到500500多 我手机离一点点距离 是为了避免干扰 所以全一点 第一次 反正没过500 再来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459 提升很有限 估计是测测了几次之后比较热了 烧行二十三二十九 第四次 这次可以跑到527了 但是上行不行 网络信息这里 能看到它也是连的NC 信号强度-93 和刚刚那个小东西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为什么去 不过它的CPU性能比较强 所以它跑得更快 它是手机芯片 然后基带芯片性能比较强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美炭C8601 它这个是路由器模块 它后面有四个网口 它的主体是路由器 所以它是相当于是路由器 外挂一个5G网卡 所以和前面这些是不一样的 前面这些 它是5G模块 外挂一个WiFi芯片 而这两个 它是相当于是路由器 外挂一个5G网卡 它的主体是路由器 前面这些是主体是5G模块 所以这个 它的WiFi性能会更好 这个识别了广电 但是一直显示离线 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信号好一点 -91 好 相信了 它的信号强度是-74 -74 看到了吗 这个信号强度太强了 频段是41 这个是2401 功耗很高 但是速度没上去 我们测三次 第一次 再说 上行也更差,不知道为什么,再来一次 按理说,如果它限速的话,它只会限制下行,因为上行本来很低,碰不到那个限速的值,但是上行也很差,这个路有一些确实是不行 2.97 上行路时期 这么大个cp,测速跟这个差不多,跟这个90块钱的cp差不多,小小的一个东西,我都觉得疏了,然后网上说这个东西有可能会被限速啊,我先解个空看看 解空的方式就是刷一个老版本系统,老版本系统没有空,但老版本这个信号值是92 这边显示信号值是92,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就是同样一个机器,不同的系统版本,它这个信号值相差这么多 测速度的时候,9瓦多,然后速度还是300 这机器真不行了,这机器,看来这么大个机器,功耗这么高 我都想要,你又稍微远一点,当手机干扰了 你又稍微远一点,比较手机干扰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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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测的速度都非常快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手机测出来是一条直线 刚刚这个5G Air 它是一个爬坡 能感受出来吗 就是它是爬坡 手机是一条直线 就非常快 645 它开开开 它开热点只能开到80多HZ 开不了160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测一下WiFi 刚刚其实已经测误了 跑了600多 注意这个上面也是有洞的 下弦是642上弦是60再来一次 所以我这个手机比起来啊 这些CPE都是弟弟 这个手机比起来 这个速度真的还可以 测三次我不测了不测了 然后然后我这个手机肯定是连着他的 这个是粘通啊 我手里面卡是粘通啊 然后这个下面是广电 同样的一张卡 这一堆CPE都是弟弟 与我这个手机比起来真的是弟弟 不管是手机自己上网 还是开热点分享给别人上网 都比这些东西快 但是手机开热点毕竟是比较烫的 如果临时用一用的话 我个人建议买这个几十块钱的 九十块钱的一个小CPE 自己弄一下 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性价比是最高的 而且刷完系统之后还可以跑插件 然后其他这些东西 比如说中信F50 它就是手机 它就是手机的芯片 只是去掉了屏幕 去掉了电池 把所有的外色都一精简了 所以它其实跟手机一样 它也会过热 那么手机过热也是一样的 你只要加个散热倍夹 或者加个什么东西一样的 最好的CPE其实目前来说我觉得就是手机 然后这两个CPE 它本身就是个路由器 路由器外接的网卡 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硬件太差了 本来原厂的系统 加上降级后的驱控系统 两个系统速度 都不如这个几十块钱的这个小CPE 然后这个呢 就是比较好 但是这个测速和这个手机来说 也没有什么大的提升 但它有一千多 一千多的话稍微再加一点就可以买手机了 现在这个啊 这个这款手机其实现在来说也不贵 可能也就两千不到 这个加一点就可以买手机了 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买那么贵 你正常来说买个几十块钱的 九十块钱的 一百多的 两百的 用一用就够了 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